HELLO 大家好,我是Hailey 今天就是九位的開箱片 其實我在一月的時候 就入手了一點東西 但是因為大家最近都很努力 網購口罩和消毒用品 所以它的快遞 就由平時的五至十天 變成兩至三個星期 我終於收到了 我由沒有人拍片分享等到現在 現在很多人都拍片 終於等到ETOHOUSE和朱古力品牌去聯繫的系列 你們會看到我今天暫時還沒化眼妝 一會兒我會用這盒的眼影 去化立即試色給大家看 如果你都想看我這個ETOHOUSE 和Colourpop這個花花系列的開箱的話 我們現在開始吧 這次ETOHOUSE的系列 就有出到普通朱古力版 和Cookies & Cream的朱古力版 兩款我都買了 分別買了不同的套裝 就想讓大家看看套裝有什麼分別的 我們現在先開箱子盒 其實我都很後悔買了這一套 因為實際用途不太大 我純粹貪了一個盒子 看上去真的好像一個朱古力 可以放進去沖朱古力 原來這是一個很普通的背 沒特別的 而Cookies & Cream這一套 就會有一個眼影 一個眼影掃 然後有一個萬聖節的puff 我以為是棉花糖 原來是一個美妝蛋 還有一支cleansing water 而這個系列也出了兩支唇油 我在Gmarket買了 他送多了幾塊面霜給我 我總共買了四百多元左右 我買了多少錢 就會在資訊欄裡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一刻我忘記了 這兩盒看上去真的超像朱古力 我不太捨得拆 真身就是這樣 看鏡給大家看看兩盒眼影 上面是有額紋的 我都知道這些閃粉的額紋一抹就沒有了 隨便摸一下粉質 也蠻細滑的 而閃粉的那些摸下去 嘩!很綿密 延展性也不錯 我再試這一盒 用一個淺色的 你們會看到淺色的那個 其實粉質很細滑 純粹是顏色比較淺 我膚色比較深 所以出色程度好像沒有那麼好 但其實你會看到它也不是不出色 純粹是我自己皮膚太深色 今天四盤眼影其實我只會用這一盒 其他眼影如果想看眼妝效果 我會遲些放在IG 大家也可以去我的IG 看 留意 既然化眼鏡 應該就順便看看這支掃的質素如何 它總共出了兩支掃的 我選這支 原因是因為它的餅有Cookies and Cream的圖 我覺得很有趣 好像餅乾 那就是一些小的Pencil Brush 首先我們用了這支顏色做打底 然後拿中間這個 有點像烏龍茶色的顏色 我們就發在眼尾 慢慢推到前面 它比較有一點偏紅 你會看到粉很貼服的 不會飛粉 不會掉下來的 然後我們點這支有閃粉的顏色 在眼頭上掃 然後我們用這個深啡色 blend開眼線 會不會看到呢 這個深啡色就會有跌粉的情況出現 然後我們拿這個有閃粉的顏色 畫一下眼線 最後用手指去拿這個閃粉 點在這裡 這個閃粉是閃的 看到嗎 它是星沙感的閃粉 而且我拿一下 兩隻眼都夠用了 大家覺得這盒畫出來怎樣 我自己就很喜歡 都是很經典的 我自己喜歡紅紅中中的眼影妝 但是這支眼影掃 我就覺得一般 它的抓粉能力差了少少少 我剛才拿粉的時候 我是要拿很多 和很大力 才可以上色 但是我用其他的眼影掃 或者用手指 都沒有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 都蠻肯定是這支掃的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了這兩支唇油 樽身都是這些 很大熱韓國的lip tint樽身 沒什麼驚喜 嘩 我喜歡這支味 它是那些很假的 很甜的 那些朱古力豆味 來的 嘩 好香啊 我自己很喜歡這支味 但我知道有些人都不太 大家看到我的唇 都算是乾乾的 試試塗上去會怎樣 這個顏色是比較深的 和它的瓶身是完全不想任何關係的 非常之搶眼 一眼就看到的唇色 它是可以薄茶 不會張嘴很厚的 在嘴上也很輕盈 你會看到它沒有修飾我的唇 但也沒有嚴重到情況 現在是完全沒有負擔感 它沾染的能力就不高 我剛剛塗完也是沾了一點 所以應該之後喝在杯子裡也不會沾杯 然後就到BR402 它是一種烏龍奶茶的顏色 很多人都說這兩支唇膏 有些像3CE那支 比較有那種絲絨感 但我自己塗上去 又覺得沒有3CE那支那麼厲害 它是霧霧的 但是沒有那種 有絲絨在嘴上的感覺 它塗的時候 你一直聞到那種很香、很甜、很假的巧克力糖味 但現在 是聞不到那種巧克力味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討厭這支味 也不用擔心 你全天塗在嘴上都會聞到這支味 開箱完Etude House 我們就開箱這個Colourpop 之前由我買開始 到我收到 大家都很有興趣 說真的 這個包裝真的超級漂亮 給大家兩秒鐘欣賞一下包裝的美貌 它們的顏色配置都是很特別 很受歡迎的 是比較偏玫瑰紅色 然後就是比較偏大地色系的眼影 前幾天我打算試試用這一盤 顏色很粉嫩很漂亮 一塗上去 好像那些Barbie化妝 我給大家看 顏色 我真的用不到 這些顏色 即是它的粉質依舊是細緻 Colourpop的粉質 它的質素 我都不會有任何的懷疑 但樹我的膚色跟它 真的不太吻合 這些那麼粉嫩的顏色 真的不太適合我 然後這一盤Nude Mood 其實就比較上 沒有什麼驚喜的顏色 它的閃粉依舊很滑 也有一些比較溫調的大地色 你會看到 哇! 這個閃粉很漂亮 哇!超漂亮的 你看這個 哇! 我試上一個比較淺色的閃粉 哇! 真的很漂亮 不過說真的 我想這些大地色 大家如果化開妝 都會有這個顏色 除非你想換 或者你本身沒有這些顏色 其實這一盒是非常非常百搭的 而另外這兩盒 就是我今次買Colourpop最期待了 它裡面的質地 因為它的顏色是令到我非常驚喜的 但是呢 它的包裝呢 就是 大家看看包裝真的搞不定 我剛剛收到一開的時候 覺得什麼事 很像那些放在廁所的 用品的樣子 超漂亮的 但是你摸上去 是他們的 超級霜霜的 裡面的質地 超酷的 超滑的 然後你塗出來 哇! 這個光澤真的漂亮 其實就不會像我一樣 買了兩個 你會看到 超滑的 是不會掉粉的 它是完全沒有粉感的 而且這個比較自然一點 化今天的 我特地還沒化 就是想試它 你看這個光澤多囂張 但我塗錯了 很可愛的 很可愛 好漂亮啊 它真的衰在包裝 哇! 超漂亮啊 你看整個 臉的光澤感 出來了 超漂亮啊 好!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 highlighter 我被它吸引 是因為它的名字 叫Champagne Bubbles 我自己很喜歡喝酒 所以我聽到這些名字 就完全沒有抗拒的能力 但是這隻顏色 它裡面有些省紋 它就沒有剛才的 Supershot Shadow 那樣那麼creamy 然後它的顏色 你看看會比較 偏金 金色契 你近距離 會看到這個 星沙感 但是我很近的 給大家看 剛才的highlighter 是完全融入皮膚 完全不會顯皮膚紋理 和毛孔 我會比較推薦 這一款多一點 以質地來說 但是它的包裝 真的很噁心 我真的很不喜歡 好啦!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 這次的開箱 希望你也會喜歡的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價收錶 和日價十二邊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我們下條影片